我们今天要来看教会中的分离礼盒 现在在世上有很多的教会 有一些教会有时候会经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大家本来在一起突然间就分开了 那每一次的分开 其实那些在教会里头的人都心很痛 我在四月份 三月底四月份我去回到澳洲那边去 我回去呢 因为这个教会呢 虽然是我在那里侍奉五年 但是在这个教会三十年的历史里头 有好几次的分裂 三十年 你们猜大概有多少次的分裂呢 我算一下大概有五次 那我去呢也是因为这个教会又面临了另外一次的分裂 所以当我去的时候我心非常的痛 我想 讲教会的分裂 可能你如果不信或者当初信 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但是我们讲一个家庭 如果这个人的一生要经过五次结婚离婚 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呢 我想每一次都是很大的打击 跟很重的创伤 那我今天呢 是要从主的话来看 我们什么时候会出现分裂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保持合一 如果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这里 我们是合还是分呢 我们是合 感谢主 那如果有一天要分呢 大家会不会心痛呢 我想大家肯定会有心痛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来避免这些事情呢 所以我们必须从神的话语里头找到答案 我最近在跟一对青年男人 在做婚前的辅导 我带他们去看创世纪 神创立了世界上的第一个婚姻 真的神写得很详细 神用泥土造了亚当 但夏娃是不是神又拿另外一团土来造夏娃呢 神能看到亚当 然后他说这人独居不好 神在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神每一次创造那天要结束的时候 神看所造的一切都好 神看为好 但是等到创造了亚当以后呢 这个是圣经里头第一次神讲 这人独居不好 注意 这个有一些人呢就是要结婚的时候 觉得自己感到孤独 所以他需要去找人 其实我们的神啊 在亚当觉得孤独之前 神已经看到他有这个需要 所以神就将那些所创造的动物 带到亚当的面前 也就是说要看看亚当是不是会在这些动物里头找到同伴 亚当有没有在动物里头找到有没有 没有 今天呢有一些人呢就是 他愿意找一只狗来做同伴 但是神呢 当时亚当他没有说 因为他这个狗很可爱 我还是找狗 他说没有 所以神呢就让亚当沉睡 然后呢就从他的肉跟那个骨里头呢就造出了夏娃 所以夏娃照出来了的时候呢 我们的神就把她带到亚当的面前 那亚当呢就讲了一句我认为现在是全世界最肉麻的话 然后说你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骨肉 所以可以称她为女人 所以我们的汉字真的很有意思 你看在这个肉里头有多少个人啊 两个人 所以其实呢 这个在肉里头就是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 是不是 所以我很喜欢的古代 这个我们中华民族里头在称呼自己的太太 称呼她是什么 内人 我里面的人 然后呢这个太太就称她 这个先生叫什么 我的妻 那妻子会称她的妻子 是 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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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 其实呢 神就告诉我们他们是生命的连接 就是他们的生命里头它是属于一个生命 所以圣经里头说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 但是现在今天呢 很多人就两句话讲不妥 楼下是结婚 楼上是怎么离婚 他就上楼了 你知道如果是生命的连结 如果两个人其实是一个人的话 你说 哇 这个手 跟我的意见不同 砍了吧 你们讲圣经里头说 男人是什么 女人的头 是身体里头的头 那有些女的 她都不喜欢这个头 是不是 那叫砍头啊 可以吗 不可以 这个 很浅显的道理 那讲到教会 教会 教会 能不能分开呢 教会是不是基督的身体 是不是 那教会能不能分开呢 因为我们都是副作肢体 这个肢体跟那个意 那个肢体的意见不同 然后我们就说 这个肢体不要他 可以吗 我们不能这样做 所以这个神经常把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来比喻教会跟基督的关系 所以你一有这个作为我们的基础 我们今天就可以谈了 我们如果没有单章的话 你拿起单章来看一下 这里我们很清楚的讲到 教会里头的分和 其实你如果明白教会的分和 你也能够明白这个家庭里头 丈夫妻子的分和 那首先呢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分的因素 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分的因素 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来看 第一个 规条与做法叫人 分争跟辩论 我们来看圣经 我们来看圣经 那边看圣经 保罗跟巴拿摩就跟他们大大的分争辩论 所以这里你看到 有一些做法 有一些规条 有一些规条 这些都是 但是圣经 你引用圣经 可以引用 但是引用圣经 绝对不能引用圣经 导致分裂 在澳洲的那个教会 他们有一个分争 就是因为 他们有一些人用圣经 然后呢 他强调某一方面 结果导致分裂 怎么样呢 你看现在呢 有一些人就说 哎呀 我们受洗的时候 是有整个人浸在水里的 有一些人说 不,我们依水就好了 结果呢 净水呢 就引用了很多的圣经 那地水呢 也引用了很多圣经 所以两边呢 都有自己认为的一些根据 所以呢 就分开了 可以吗 其实圣经里头呢 因为有 他这个洗礼 最重要的 有共同的东西 就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水 是不是 那这个洗礼呢 既然是洗 就有一个洁性的意思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说 哎呀 主耶稣洗礼的时候 水里上来 所以一定要 整个人都浸在水里 所以一定要整个人都浸在水里 你如果再追究下去了 哎呀 主耶稣洗礼的时候 是去约荡河 河里洗才可以 那有些人呢 啊 他们在洗 是在浴缸里头就洗礼了 那我们如果说今天呢 一定要到约荡河去洗礼 那好多中国人就去不了 因为要签证到以色列不容易 所以这个真理 记得真理绝对不能引起分裂 啊 那比如说 有一些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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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喜欢吃肥肉 是不是 我是其中的一个 那我觉得这个肉里头 肉里头的没有肥啊 根本不像 那有一些人呢 他很讲究 他是只吃蔬菜 不吃肉 没有结婚之前呢 大家知道 你是吃素 我吃肉的 那你可以说 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 但是有一些人呢 他结婚的时候 两个人都没有一定的喜好 但是一结婚以后 哇 这个太太就整天看养生糖 最后 看看看 最后的她就变成了只吃素了 他们能 是不是因为吃的不一样 就得离婚呢 我问你 我问你 是不是得离婚呢 他们说 哎呀 这个别的可以将就 但是吃饭是每天的 有一些吃素的人 他说 我一闻到肉 味道 我就想吐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做法 千万不能成为 这就分开的理由 但是我们知道 这些做法 千万不能成为 这就分开的理由 这些做法 千万不能成为 这就分开的理由 那第二 没有得到吩咐 上次出去论养化 而且会找乱和蛊惑乱人心的话 我这里读给大家二十四节 我们听见 我们听见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来搅扰你们 骨乱你们的心 所以有时候呢 在教会里头 有一些话是造就人的话 但是有一些话 你讲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话会带来分裂 家庭也是这样 你知道有一些话是很伤人的 有一些人就说 啊这个 但是我瞎了眼才找到你 他说我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 就是全世界男人都死掉了 我还不会跟你结婚 你讲这句话你是很痛快 但是你这个话真的伤了对方的心 我们人啊 有时候我们的记忆都是选择性的 人家讲你好话你不记得 但是对你讲一救我 就不好的话你可以记他一辈子 我这次去回到澳洲那个教会 他们讲来讲去有所谓分裂的时候 讲都是翻来三十年的那个旧账 你看有时候夫妻在吵架 在讲讲 当时他们在拍拖的时候 有一个无意的话 就拿出来讲 孙都生了 真孙都有了 那些旧账还不愿意去掉 那有些人说 旧账肯定不能扔啊 美国政府说你那个 你交上去还要保留五年啊 那五年可以啊 五年后又是不是可以扔掉了啊 所以求神让我们真的要忘记这些背后 忘记背后这些伤痛或者这些 不造就人的话 然后第三 这个会导致分裂的 是出于自己的有意或者以为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 这个的经节三七跟三九 所以我们来看看 所以我们来看 组织37和239 这里 巴拿拿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气 你知道这两个人啊 保罗是不是很属灵的人 是不是 巴拿巴是什么样的人啊 巴拿巴也是神重用的人啊 我告诉你这里他特别把两个属灵人摆到我们面前 属灵人都有可能犯错 是不是 属灵人有一些事情我们不能做 我看的一定是对的 但是这里呢他定义了 他一定义可能都没有商量 他的定义一定要怎么做 那对方呢他以为怎么样 其实在婚姻里头是不是有时候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妻子或丈夫他没有商量他就拍摆了 在大陆我看太多这样的事情 这个太太她是女强人 然后呢她在事业上非常有成就 突然间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怀孕的话呢她如果要去生孩子 她变成了就是对她的工作有影响 所以她想我现在还年轻 我干事业先拿到孩子 等我以后呢年纪大一点再要 所以她就定义了 然后定义了就是把孩子做掉 所以就跑去医院一下子把他做掉 那丈夫呢 刚好呢那段时间出胎 他等一下回来了的话 他本来很高兴 结婚这么多年终于有孩子 突然间太太说 没了 哇 那个丈夫轻易得要命 你怎么都不做这样这样的事情 他说 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情 那孩子是我 那不是你的 这个孩子是我的 不是你的 长在我身上 不是长在你身上 它是在我的身体 它不是在你的身体 所以这个我可以决定吧 当然 我不是想要决定 定义了 所以这就是决定 而且她来讲 我以为你会同意呢 他说 我以为你会同意 那在婚姻里头 最后像这样 会不会离婚啊 真的就离婚了 真的很可悲 当两个人结婚的时候 他不能自己想什么就定义 因为你们是属于一个身体 所以有一些人呢 结婚的时候 你叫他到什么地方呢 他能够说走就走 但是呢 等到结婚了之后呢 他不能这样吧 所以我们一定 现在呢 我讲究 一方面讲教会 一方面讲家庭 三方面的因素 会导致分裂 然后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讲 能够导致 就是保持合一的因素 这里头呢 照众门徒所定归的 第一个点 就是说 这些人 他们都有圣灵在里面做工 所以呢 他一般的 如果说 有一件事情 我们弟兄姐妹都说阿们 那这件事情呢 一般来讲呢 应该不会错得很厉害 但是神的灵在里面都阿们的话呢 那就肯定 因为神 祂不是分裂的 所以一定能够保持祂的合一 OK 第四节 第四节 第四节这里讲到 神同他们 是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件事 如果神能够跟他们同工 那这件事情 会不会造成分裂呢 肯定不会 所以我在跟人家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我经常都劝人家 我说 这个 婚姻一个成功的婚姻 必须有第三者 同意吗 同意 对你认为 好多人都摇头 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呢 就是我们的神 你如果说 哎呀我们两个人谈好了 哎呀神说好不好 不重要 我们两个人同意了 那肯定就没有问题 好多夫妻啊 他们感情好的时候 他们不需要神 好多夫妻啊 很多夫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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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好时候 都忘了 天天 禮拜天的時候 丈夫說我們今天去爬地博大廈 大家說好 那禮拜天我們應該做什麼 去哪裡去教會去 當我們夫妻已經同意 我們兩個人都同心 就是要去Empire State Building 甚至有一些人說 那邊有大減價 所以有些人說 在外面有大賣 我們去吧 可以嗎 那個第三者 我們的神 說你禮拜天要在哪裡呢 有一些人就把神完全放在一邊 兩個人到禮拜天來聚會的時候 我們最近家裡還要買很多大賤 那這個奉獻就免了吧 那怎麼樣 又是這個第三者神 說你要將所得的 就是使神的利益 要入到神的庫裡 要不要聽神的 聽這個第三者的 要聽 那有一些人真的不聽 最後呢 什麼時候回到教會 夫妻吵架 吵架甚至不說話 現在需要神了 但是真的很痛心看到很多夫妻都到了這時候 才回到教會 神說你如果將當大的十分之一給我 那神會打開天上窗戶祝福我們 如果神祝福我們 你根本不需要為你的收入來擔憂 神說你先求祂的國和祂的意義 然後我們所需要的神早已知道 神會嫁給我們 我想祈福一下 然後想祈福自己 祈福吧 每天資料都 加開 elite 美國在扎大